经过前天一场连绵暴雨之后 滨岛大部分地区昨天没有继续下雨 使得这场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灾情开始好转 目前滨城的灾民人数从昨天的3700多人增加到5400多人 分别安顿在周内41个疏散中心 虽然受灾人数增加 但索性没有再传出死亡报告 击打的灾情同样开始消退 但依然有2500人被迫撤离家园避灾 副首相兼内政部部长纳都斯里安莫扎西 今天早上10点抵达北海视察救灾进展 并获得宾州首长林冠英亲自接机 而国防部部长纳都斯里西山木丁 也在早上11点抵达大英裔学院监督武装部队 西山木丁亲自慰问和派发救援物资给灾民 强调灾难当前当局不会分你我提供援助 西山木丁亲自慰问和派发救援物资金 一旦天气好转武装部队将开始进行清理工作 让灾民们早日重返家园 虽然目前灾情稍有好转 不过根据水利灌溉局的观察 滨岛威省其中四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持续高涨 进入了警戒水平 加上气象局预测 今天傍晚6点 北马地区可能再度面临另一波暴雨来袭 冰城恐怕会爆发另缘水灾 NTV7综合报道 河野 河野